全新节目的节目 大家好,欢迎收听神中课 唯有你,圣国一切 今天是3月20号 题目是《他的福兴》 全新节是记载在《月光福音》 20章19节 那天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 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 耶稣来,人在当中 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 我见到遗留在墙上 位置超高的水行时 非常惊讶 2013年6月,美丽的德国 城市拍照由于多鲁河 殷河和伊耳之 这三条河流的水位不断上涨 洪水达到 500多年来最高水位 这座古城原本有 众多美丽建筑物和旅游景点 在这次洪水却被淹 到一般建筑物的三层楼高 这真是令人感到悲哀的景象 然后,我又见到镇上的居民 聚集在一起 重建城市的照片 实着令人感到惊讶 当我在18年访问拍照时 他已经重拾了过去的美丽 在悲剧发生后 上帝如何引导我们 重建生活呢? 耶稣被钉十字架那一刻 对他的门徒来说是人生最黑暗的时刻 从他们的角度来看 每根钉 和他们所敬爱的主之死 都彻底粉碎他们对教属以色列的梦想 然而,从天国的视觉来看 同样的事却为所有人 带来了救赎永恒的保证 耶稣已经为我们承担了罪的刑罚 亦在第三天死女复活了 夜晚时分,门徒聚集在一起 因为怕犹太人,他们将门都关闭了 他们不知道如何重建他们破碎的生命 有什么可以令他们的心智 和属灵生命令恢复活力呢? 这个时候耶稣出现了 站在他们中间 对他们所说的第一句说话是 愿你们平安 在一个悲剧事件之后 当上帝重建我们的生命时 了解耶稣在他死后 如何以他的同在 平安、启示、喜乐和旨意 来复兴门徒的心 对我们来说是有极大的帮助 耶稣甚至来到他们当中 以一种全身的方式 彰显自己,赐平安给他们 在这个新的亮光里面 他们充满喜乐 以新的眼光来见耶稣 他都再次提醒他们 他所给他们的使命 父怎样猜显了我 我也照样猜显你母 当悲剧来临时 虽然我们并不能总是理解到 但上帝会以他的同在 平安、喜乐和计划来指引我们 他都会以全身更深入的方式 向我们显示他自己 内文分享到这里 欢迎天天继续收听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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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